長者對於家居環境的照明都有點關注 有幾方面 例如價錢 夠不夠光 安不安全 甚至是蓋不蓋 甚至是款式 又或者燈膽容易換 我們做過一些初步的訪問 家中通常用的照明工具包括光管 烏絲燈 省電膽 街燈 通常用的燈光主要目的是提升家居安全 令到工作可以仔細和安心 最主要考慮的就是夠不夠光 蓋不蓋 以及價錢方面都是重要的一部分 另外 他們主要的需要就是在家裡夠光 可以進行一些仔細的工作 例如蓬衫 一般來說 長者年紀逐漸登場 他們眼的組織有轉變 退化 從而令長者因為視覺退化 對於家居照明的需要提高了 簡單來說 它有幾種變化 眼皮下水 會影響視線範圍下降 瞳孔縮小 會令到進入視網膜的光線 數量減少 另外 精狀體變厚和混軸 看東西的時候會變黃 甚至對比度下降 另外 老花 老花都很常見 在他們讀東西或仔細做事的時候 就不能夠對焦了 我們家居照明方面 首先 最主要就是要有足夠的光度 去照明家庭環境 在室內就要有200至300Lux的光度 即是說 50平方呎的房間裡 就需要使用到給大家一個參考 例如烏絲燈 一個就要60W至100W 省電膽方面 省電膽就需要用到13至24W 甚至光管的話 我們需要用到15至24W 不同功能的燈飾 在生活習慣方面 晚上 長者需要去到洗手間廁所 我們會建議用到夜明燈 甚至我們會建議長者 長開廁所燈 另外 如果是閱讀和村心線方面 我們會建議用一些桌燈 遠近去照明燈 距離方面 50至60cm 就要防止光線刺眼 有些老幼記在床上 會臨睡前 可能會讀一陣書 甚至他們 的長者 和另一半一起睡 我們會建議用到一些閱讀燈 閱讀燈就會掛在床邊附近 用一些有灯罩的阅读灯 可以避免打扰另一半睡觉 另外看电视方面 我们也可以用一些在电视屏幕后面加点灯光 令到减少眼部的疲劳 降低电视和周围环境的明暗期对比 这方面从而可以保护眼睛 另外在衣柜里面 在比较黑的地方 我们会安装一些小灯 令到在开灯的櫃门 可以得到照明 另外我们也会建议 不要使用一些反弓傢俬 或者装饰品 从而减少看到反射光 而令到长者刺眼 另外选择颜色方面 家里的墙壁颜色 我们有一个对比的 白色方面 通常会反射到八成的光 但如果选择一些深色的墙色的话 反射的光只有三成左右 我们叫它做圆挂式的放大镜 它主要的特别支柱 可以挂在颗子上 然后拿着本书 就可以这样放大 它本身就是一个放大镜 你就可以有两只手自由地使用 我们这个就是一个智能语音的工具 它主要的功能就是有人念识别 提醒面前有人的 另外也可以传一些产品 读出的商品资料 例如一些食品标签的标签 另外纸币都可以 很多个国家的纸币都可以识别 另外文字 它也有多种语言的阅读 另外报告时间 有这么多功能的工具 可以帮助一些 视力受损的长者 过着独立自主的生活 叫它做座桌式的放大镜 它是轻触式的按钮 它有几个灯光的种类 长者可以放在书上 可以用手同时做其他东西 不用整天拿着放大镜 这个也是一个很方便使用的放大镜 职业治疗师通常都会提醒 长者记住要护眼 我们今天有两个产品 第一个叫偏光太阳套镜 主要功能就是上下都有一些包住 比如中午十二点 太阳直晒的时候 它的紫外光都可以挡住 就不会伤害到眼睛 接下来这一款叫做骨道传声眼镜 它是多功能 接薄蓝牙的 它是太阳眼镜之余 亦都可以当做耳机和电话用的 它是利用骨道传送的技术 就不用塞着耳朵 都可以听到音乐 还有可以接到电话 跟别人聊电话 就不会因为它塞着耳朵 而令到可能过马路的时候 会有危险 这个就是智能坐棉灯 它就有呼吸和坐棉的模式 study来说就是暖红色 它会帮助掌脂入水 另外呼吸模式 它跟着颜色来到深呼吸 深层的吸和深层的呼吸 令到掌脂可以放松 自然可以慢慢入水 所以我们看看 我们会不会再从哪里 等 我们会本来玩 我们会 我们会不会 触我的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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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 我 好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